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为您制作的美国专讯,我是叶凡 一张东方面孔要在西方芭蕾舞台上脱颖而出,而且登上顶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今天我们就要去探访加拿大国家芭蕾舞团首席女演员于小南,看看她走向成功的路程 曲终人散的时刻总是令人伤心的 加拿大多伦多著名的四季表演艺术中心,正涌出看完罗密欧与朱丽叶芭蕾舞剧的人潮 我觉得他们的节奏和音乐基本上所有的组织都很好 那本身男主角跟女主角,你都可以发现到他们彩排 一定是很认真练习,因为整体表现都很好 现场的演出一律禁止拍摄 今天扮演女主角朱丽叶的,是来自中国的芭蕾舞名演员于小南 大家好,我是于小南 我是加拿大国家芭蕾舞团的首席主要舞蹈演员 出生于中国沈阳的于小南,从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舞蹈方面的天分 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送我去个舞蹈班训练 然后慢慢他们发现我对舞蹈和音乐表达出来的一种表现 比一般的孩子要稍微表现得活跃一些,而且接受得非常快 我是在八岁的时候正规进入到专业舞蹈学校去学习舞蹈 于小南先在沈阳舞蹈学校接受培训,后来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 谈起在中国时的训练,她用辛苦而扎实来形容这段过程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于小南得到了加拿大国家芭蕾舞学校校长斯泰恩斯的赏识 提供奖学金到加拿大深造,并由一名实习生开始做起 1997年,于小南正式成为了加拿大国家芭蕾舞团的一员 第一男读舞演员,拉沃伊这样形容于小南 成为正式芭蕾舞演员后,于小南的才华以惊人的速度在舞台上爆发出来 加拿大国家芭蕾舞团的助团艺术家 也是著名的芭蕾舞演员的雷克斯·哈林顿,是看着于小南成长的 在短短四年之间,于小南就由一名团员晋升到主要女演员 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回想晋升为主要女演员后的第一场演出 主要男演员正是哈林顿 于小南说,那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一场演出 那是我第一次担任整个加拿大国家芭蕾舞团的舞剧的首要主要演员 那是我的第一个全剧的表演,而且我的舞伴是Rex Harrington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剧情,这个奥内金这个剧情非常感人 而且从不同的角色去说,展现了一个不同年龄段的一种感情变化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你能战胜这个挑战的话 那么之后对你个人来说是你有种很大的成就感 于小南的先生郑爽,是一位电脑项目工程师,也是她的头号粉丝 而于小南在加拿大国家芭蕾舞团挑大梁的第一场演出,是她最津津乐道的故事 为了那场演出呢,我是专程我买张票,我飞到温哥华去看她那第一场演出 那个心情是非常特别特别紧张 比她还紧张? 我肯定是比她紧张,我肯定是比她紧张,我就心里边咯噔噔噔在那儿跳 甚至都湿了,出汗 每一幕下来,我就是非常的替她骄傲,而且她那么年轻,而且提拔那么快 五岁的Ava是郑爽和于小南爱的结晶 由于耳濡目染,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Ava也能够模仿母亲,在家中跳上两下 以一个东方人的面孔,于小南在竞争激烈的西方芭蕾舞世界中脱颖而出 而难能可贵的是,掌声与荣耀并没有让她迷失自己,反而激励她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 记者刘恩明发自《多伦多》的报道 好,今天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专讯》 我是叶凡,下星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